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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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给我们的母亲 现在你们品尝一下我打的树柚茶 第一次喝到树柚茶口感非常滑顺 最后卓马还教我们用剩下的树柚茶浆入青柯面 做成沾巴或者吃 这就是藏民族他们平常的饮食习惯 而乡格里拉所种植的青柯 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洋食之一 相传青柯在高原上播种已超过400万年历史 而青柯酿的酒都被称为高原第一酒 好友六斤就要为我们示范 藏民喝青柯酒的相关礼物 通常是什么情况下会喝青柯酒 一般通常的话我们藏民族就是放喜事结庆 喜事结庆 这些就是喝青柯酒 一般的喝酒就是用银器 也就是银网里面倒着喝 左手拿一下酒杯 然后右手伸出来 就是这无名纸 无名纸 然后是藏一下 藏一下 藏一下 这是敬天的 敬天 然后呢再藏一下 藏一下 敬父母的养育 敬天的 然后再藏一下 藏一下 藏一下 这是敬天 敬天 喝酒之前 我们这边藏语的话 就是说 阿拉桶 就是喝酒的意思 喝酒 阿拉桶 然后就是 扎西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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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是敬三杯 一般都是要喝三杯 阿拉桶 扎西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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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如果有机会到藏民朋友家走客 大家记得要入境随俗 记得这些饮茶饮酒礼仪 也是对主人家的一种礼貌 了 儿子 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